再買上無雙戰魂石 就會開啟更高階的戰魂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的中文頻道 今天繼續玩三國字幻想大陸 話說遊戲已經一段時間了 但發現有些地方 大家都是充滿著迷惑 或者經常重複犯錯 當中包括獲得幻精 以及佈置戰魂等等的系統 所以這次影片會介紹如何有效 幫大家解決直播常見的問題 那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首先介紹了第一部份 如何可以額外在遊戲後期 獲得更多的環境 第一件事 按下我們的家園系統 家園系統中 我們會看到邀請項目 邀請項目中有一個功能 叫做約會功能 不同的角色滿足完約會的功能 是可以額外獲得更多的幻精 例如大喬 已經將我們的關係去到親密的 可以獲得好感度禮包 以及幻精 還有招募武將券 五張 我們的目標 將相關武將的親密度 全部上升到六等 例如雕蟬 趙雲 還有後面的武將 宣上香 周瑜 宣冊 陸信 國家等等的武將 提升好感度去到六級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放了這個約會功能 來滿足武將召喚券 以及獲得更多環境 那方法怎樣做呢 邀請有兩個功能 第一 溫泉 和宴匯 溫泉方面 我們只需要令到相關武將的好感度 達到指定 就會獲得大量的溫泉券 從相關武將完成了溫泉這個任務之後 可以獲得更多提升親密度的道具 以及馬上提升和武將的好感度 我們就不停地使用這個溫泉券 來刷相關武將的好感度 除了溫泉之外 也可以按燕匯 完成燕匯 也可以提升相關武將的好感度 提升到武將的好感度 去到六級之後 我們馬上按約會 就可以解鎖出遊事件 解鎖出遊事件之後 我們最終目標就是令到關係去到親密 親密之後就會獲得 剛剛一開始提及到200幻精 以及五張的武將召喚券 項目方面大家可以按影片下方的連結 也會知道所有的武將 哪一個項目是可以提升相關的好感度 根據相關的選擇 來令到我們出遊的事件變成親密 所以赤兔小幫手方面 大家記得 家園裡面全部剔光功能關閉 避免自動解除相關的自動互動 以及自動的宴會功能 來提升我們指定武將的好感度 介紹完家園系統之後 就介紹多一點關於軍團的機制 軍團機制有兩個地方 大家一定要做滿的 第一個方案就是祭典裡面的貢獻度 每天必須要達到400 身為工會成員 大家最終目標就是每天捐獻10次 盡可能滿足400點 因為400點是可以額外獲得更多的勳章 勳章有什麼用呢 就是去念寶商店 換回不同的冰符 最終目標 所有的冰符全部變成金色的冰符 有多資源當然可以洗條 洗掉所有屬性 都是屬於金色的冰符 但是由於成本非常昂貴 變相大家洗到其中一個是金色的屬性 就已經足夠了 除了冰符大家要留意之外 就是商店 商店的所有道具 都要透過公分來換取 而工會的活動方面 大家就記得了 所有活動包括龍舟 弓城戰 名將 世界BOSS 所有的軍團戰利品 盡可能全部都拍賣了 不要留標 因為拍賣完之後 我們獲得的薰熊比例會大大提升 盡可能的都是留回所有環證 留在軍團戰利品 不要去世界戰利品拍賣 因為世界戰利品的拍賣 是不會有任何薰熊 只是獲得相關道具 如果有錢的玩家 當然可以直接透過世界拍賣 來獲取更多的絲綢 因為這個分紅機制 所有成員都一起享用 到最後一部分 就關於我們的戰魂系統 因為之前的直播 都跟大家分享過 戰魂系統真是非常白癡 特別現在開放了80級天下會戰 天下會戰我們要編制任何的隊伍 都是要透過 戰魂 一件裝備 一件拆除 來上回自己適用的戰魂 但是這個一件裝備的功能是非常愚蠢 那怎樣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按回我們戰魂系統 把所有沒用的戰魂全部吃光 一件強化完就可以清除所有沒用的戰魂 然後還有一些五星的戰魂 直接按分解 顯示其他隊伍中的戰魂 分解完 分解完我們可以留意 可以獲得一些魂慾 那魂慾有什麼用呢 一會也會介紹 直接分解 OK 全部的戰魂分解完 大家便會看到我們剛剛提升過的戰魂 全部都會對應在相關的武將上 嘩 這個白癡戰魂系統 又不能手動調校位置 只能透過一件裝備 變相便要用這些低能方法 沒用的戰魂全部丟掉 丟掉之後再一件拆除 一件裝備 上了自己已經有升的戰魂 再補充多一點就關於戰魂方面 剛剛分解完的五星戰魂 就可以用來突破 突破到更高階的戰魂 到後期的時候 不建議大家把五星的戰魂合作其他戰魂 直接拿來分解獲得更多的魂慾 獲得完魂慾 再買完無雙戰魂石 便會開啟更高階的戰魂 希望這條影片幫助大家了解 戰魂怎樣可以有效提升 或者怎樣可以適合配置相關的二號隊伍 幫到手的可以按個like 還沒訂閱的觀眾可以按個訂閱鍵 還有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們知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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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